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2022年9月6号星期二 那么我们看到今天了两次三大股子 走的都还不错 大盘呢,早盘时候跳空高开 一路上扬 分时盘当中我们看到这个非常强劲 到收盘的时候呢 这个股子大涨了43个点 再度接近于3250点的位置 那么在之前的这个讲解当中啊 我跟大家讲 我说这个变盘马上就到来了 尤其在上周四 上周四的时候我跟大家这么讲 我说从前期的高点 这个低点涨到8月27号 8月17号的这个高点 这个地方8月17号 那么用了多长时间了 用了这个应该是11个交易日的反弹 那么我说之后呢 这样的一个调整大概也是11个交易日 是吧 到上周四这个阴线这儿 基本上就结束了 我说变盘在即即将向上 但是呢 后四盘面有两个交易日盘中啊 创出了阶段性的小的新低 但是破低点的这个程度啊 比较小啊 这个幅度非常小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看到昨天是光头的阳线啊 带下一线 今天直接跳空高开向上啊 收出大阳线 再度站到了这个半年线的上方啊 这那么这个半年线均线啊 120天均线非常重要 今天呢是带量啊 站上去的 说明这样的一个突破非常的重要 也很有效 接下来呢 大盘将进一步上攻 然后呢挑战前面的高点 3300点附近 那么3300点目前有两个技术位的阻力位 一个是六天均线啊 也就季线 季线现在的所处的位置 大约在3280左右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图中当中啊 这个深蓝色的啊 这个竞线啊 这个竞线呢 是去年的两个低点的连线 一个是3月9号的这个位置啊 这个低点 另外一个位置呢 就是这个7月27号的两个低点 两个低点相连 对后市市场影响非常明显 那么今年3月份这个地方 首先跌穿之后反弹 那么刚好也是到达竞线位置附近 然后呢再下来做头肩底的头部 然后再度反弹回落 围绕着这个这个竞线展开争夺 之前呢也是高点呢 到这个竞线位置附近 开始回落 所以近期的反弹啊 最近几个交易日就是上方 这个深蓝色竞线位置附近 点位大约3300点 那么之后呢 市场我认为人将持续区间震荡 这个在早之前呢 就给大家打过预防针啊 我说这个地方震荡啊 要延续一段时间 那么震荡之后 然后才进一步继续上工啊 那么大的形态方面 也跟大家讲啊 这个大型头肩底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没有改变啊 没有改变 只不过是右肩呢 走的复杂一些 对吧 这是右肩啊 这是头部 然后呢 这边是左肩啊 整个护子呢 这个大的方向 依然向上啊 慢牛行情延续 那么今天的盘面 其实呢 主要的这个拉伸的阻力是什么 就是低估值蓝筹啊 那么低估值蓝筹 有一个分隔指数 叫低势净率啊 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呢 也是走得非常强劲 是吧 低势净率的这个指数 它里面涵盖了200支 呃 跌破 股价跌破 每股净资产的 这样一些超级 白马蓝筹的啊 这么一个 呃 这些股的啊 这么一个 这些成分股 200支啊 那么构成一个权重的指数啊 所以现在看的话 低估值净率的 呃 这个指数 呃 还是延续 慢牛行情 只不过呢 是最近的这个 呃 将近啊 大半年以来啊 那么我们看到它走势 其实走了一个什么 平台型的整理结构 第一波 是吧 倒温自行 调整 下来 然后呢 开始反弹 是吧 反弹 然后呢 反弹起来以后 1234 是吧 那么最后呢 自己我认为这个地方 还有个局部的一个回踩 那么最后呢 将啊 彻底走完这样的一个 大型的一个调整结构啊 后续仍将继续上攻 所以呢 后边呢 我认为在短暂的反弹之后 后面仍然有一个局部的回踩啊 呃 从这个低估值蓝筹的 这个观点方面 我在近期啊 有一个啊 就是非常明显的 非常呃 明确的一个观点 就告诉大家 低估值蓝筹 大金融板块啊 银行证券保险 还有好多中置头的 一些基建类的啊 一些建筑类的 中置头的啊 这样一些超级蓝筹 眼下就已经到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 战略布局的啊 时机 我们至少是分阶段去布局啊 布局今后 三年之后啊 这样的一个大行情 是吧 那么两年啊 两年三年 是吧 现在布局完之后 我认为它就是底部区间啊 来回缓慢啊 向上啊 重心逐步向上啊 那么底部区间做完之后 然后呢 上升的角度将逐渐啊 变得越来越陡直 那么将变得 陡直的这个阶段 应该是一个什么 一个牛市的加速的阶段啊 所以说 目前的估值是非常有优势的啊 以低市净率 题材指数为例 我们看一下 当前的这个板块市盈率 只有5.19倍 板块市净率只有0.39啊 这里面银行当然占有了非常大的权重啊 那么低市净率这里边 我们看一下啊 具体的一些一些个股的情况啊 这里面列一下这个 它的一个涨跌幅榜 那我们看一下这里边呢 涉及到行情方面啊 我这里面给大家调一下这个主要的行业啊 西方行业里面 我们看到房地产占了一大块啊 然后呢 建筑工程啊 然后港口路桥铁路基建 这里面还有其他一些百货呀 商业了 包括汽车配件 食品服饰啊 纺织 建材水泥 然后呢 普通钢铁 对吧 这都是以低市净率题材的一些重点的啊 一些一些成分股 然后呢 包括石油加工 火力发电 证券 银行 保险啊 然后仓储物流 造纸行业啊 环境保护的一些个股啊 包括电信用银 工程机械啊 这里面有一部分个股 那么这就是积 积成了200支这个成分股的啊 这么一个板块啊 低市净率 200支成分股 每 几乎是每支个股啊 它的股价都已经跌破了啊 当前的净资产 那么这些个股应该处于历史上最便宜的时候 估值最廉价的时候 所以我说它是到了战略性中期中长期布局的一个阶段 现在的布局 哪怕是今后一年之内 你就进行一个大底部区间的布局 为未来的啊 有几年的这样一个超级牛市啊 这个来临做准备 对吧 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一个战略性布局呢 这个筹码一定是买在最便宜的时候 拿到最廉价的筹码啊 非常重要 说这个时机或者这个时间段很重要啊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今天呢 带动大盘上涨的主要是哪些板块 看一下行业板块资金的角度 看一下啊 第一电器设备啊 今天我们又看到了电池类的一些个股储能的 呃 理采业链啊 新能源 光伏 是吧 然后呢 包括其他的像绿电呢 呃 之类的啊 燃料电池 今天呢 是带动啊 指数上涨的啊 主要的推动力啊 那么央企改革这里边啊 中置头的一大堆啊 这这都是什么 呃 也是带动这个股指上涨的主要的啊 一波这个呃 助推啊 的力量 是吧 呃 然后这里面也有军工啊 有这个能源啊 有地产了 有有色了 有汽车方面的啊 各种题材的都有啊 所以央企改革里面 凡是央企 你涉及到改革啊 央企改革这个题材 我认为后续呢 从题材指数上看 目前呢 已经走入啊 新的一波上升通道 今天的大阳线 已经占到了年线上方 可以作为后世 大家重点关注的一个机会啊 那么然后还有锂电池啊 今天接着到收盘呢 我们看到锂电池 这个题材资金呢 主力资金又净流入将近44个亿啊 然后储能净流入35.5亿 然后包括光伏风电啊 光伏流入的是最多的 光伏今天流入了67个亿 将近68个亿啊 然后绿电啊 流入23个亿 国防军工流入23.7亿啊 所以今天呢 我说这些题材的 接下来人将走强 从反弹的阶段来说 今天走的强的是吧 可能接下来快速轮动啊 明天又可能是生物制药啊 然后我们说是这个科技 大科技题材 创投概念啊 然后比如说这个芯片啊 半导体对吧 这些可能又开始走强 这些题材呢 是来回的轮顿啊 我们说低估值蓝筹 起到一种什么 护盘的作用 那么护下盘 基本上后面的节奏就会变得慢啊 比如说你现在看到地产券商银行 保险煤炭有设是吧 包括建筑 今天包括建材 今天走的强 但是接下来可能节奏就不会那么快 短期之内拉一下 护一下盘 那么之后是谁呢 就是提拆股表现啊 提拆股重点去 在这个这个舞台上 在这个平台上来回活跃啊 我说大盘呢 从今天开始步入活跃的阶段 那今天呢 这个跳空高开的大阳线 也显示后续行情啊 将进一步啊 向上 对吧 今天是放量的 股指有一个持续放量的过程 接下来首先是前高3300点啊 那么这几个交易最起码本周 我说中阳线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今天是周二 我们看一下周K线的盘中 到底收了个什么形态 我们看一下啊 这是今天是收 这是盘中啊 因为周五才能收盘啊 所以这个周开线看上去盘中看的话 一个中阳线已经出来了 再度占到了181周大军线上啊 所以说181周大军线 最近的8周啊 包括后续的几周 我认为181周夯实之后 大盘将继续上攻 是吧 周线级别的这个大的方向 仍然维持啊 正当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 所以后续呢 我认为这个整个市场将啊 基本上将大面积的回暖啊 但是这里边一定要注意一个节奏 短线要注意题材之间的这种 这样一个快速的浓动啊 不过今天大涨的 你明天去追 可能结果就不会啊 背定太好 当然了 短线回踩之后 我们再去追啊 因为短线呢 切换 热点切换的节奏非常快 今天我们看到是这个电池一类的涨了 但明天我们又可能看到 今天呢相对滞长的 明天又开始动了啊 就是来回就是这样啊 有一个板块 持续性非常强啊 最起码有两个啊 一个是电池类的 储能类的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能源类的板块啊 尤其是 昨天我跟大家讲啊 能源类 天然气啊 然后煤炭 然后呢 包括这个 新能源 绿色电力 那么这样一些题材 它的持续性会更强啊 因为它一直啊 到这个冬季 呃 这个没有这个结束之前啊 那这个阶段 我认为能源板块 能源类的题材 中期会一路看好 仍然坚持 我昨天告诉大家这个观点 就是能源类的题材 中期继续看好啊 但今天呢 我又讲 再讲一个机会 就是央期改革啊 央期改革 结合所有的题材啊 这里面有军工 有这个稀缺资源 呃 有这个远洋用输啊 有能源类的 对吧 然后有这个 其他的像锂电池类的啊 这跟央期改革相关的 对吧 那么这些题材呢 我认为后续是主线之一啊 今天重点就把央期改革 刚才给大家讲了一下 周线走得非常漂亮 对吧 那么整个31周军线 已经在上方了 181周整个大军线 那这个角度是已经开始上翘了 所以中长期一看的话 央期改革题材 呃 从大的趋势方面 持续走强的概率非常强啊 非常大 那么这个作为大家的主线啊 做可以重点 关注一下 好了 今天的分享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儿啊 祝大家投资顺利 我开始认为 我开始认为 我们开始认为